接下来给需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今天在推特贴文指出 要出国留学的学生现在可以通过MySagetra应用程式申请接种疫苗 首先只需要在MySagetra的服务台HelpDesk功能中提出申请 然后按Start选择疫苗接种预约 接着有关学生可选择A选项 也就是我是一名学生需要出国深造 再附上基本个人资料即可 同样的如果相关人士之前已经通过官网提出申请 该申请依然有效并会获得审查 另外美国彭博社公布6月底最新的全球防疫任性排名 排行榜针对全球53个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 大约8303亿令吉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评分 本次评分指标有四项 分别为疫苗接种率 封锁严重性 航班载客力与已接种疫苗旅客自由度 那台湾在53个主要经济体中 从上个月的第15名下跌至第44名 而新加坡则从上个月的第2名退至第13名 至于马来西亚排名从上个月的第35名连跌16个名次 排在接近底部的第51名 也是倒数第三 警告于菲律宾和阿根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vôle子